Prelude FLNG 经济增长和燃料转换以及对能源安全的持续担忧,导致天然气需求的增加,带来了对FLNG兴趣的飙升,未来5年全球将投资528亿美元,其中服饰液化装置的投资达到420亿美元,新增加最多15座FLNG 不过,中国金融机构的参与,或将改变FLNG市场的游戏规则 FLNG或将成为中国传厂未来型的增加点 528亿美元,未来5年FLNG资本支出 Westworld Global Energy Group在近期的市场预测报告中称 2019年至2024年,全球服饰液化天然气装置资本支出,预计将达到528亿美元 相比起,2017年预测2018年到2023年FLNG资本支出总额将达376亿美元,又增加了约150亿美元 Westworld表示,这一资本支出符合FLNG行业的发展趋势 随着市场向更多参与者开放,FLNG行业将迎来第二波开发高潮 预计80%约达到420亿美元资本支出,将用于建造安装液化传播 Westworld预计,2019年至2024年,将建造安装15艘FLNG 在2024年底,全球出口能力将增加47.91公吨每年 经济增长和燃料转换,以及对能源安全的持续担忧,导致天然气需求的增加 这带来了对FLNG兴趣的飙升 使用服饰装置的关键优势是从项目或批到投入运营的交付时间较短 因此,Westworld预计,未来5年服饰储存在计划装置的招标活动 依然十分强势,而在企划传播强势的全球基本面 已经促使一些租赁城包商,签署了能够在2019年至2024年后期交付的备选传播一项合同 考虑到美国增加液化天然气出口决心 未来5年北美将成为重点区域 服饰液化设施投资将在全球FLNG投资占全球投资的45% 其次将是非洲,预计投入非洲的FLNG项目费用将达到154亿美元 而大约80到90亿美元的资金将被投入亚洲区域 而全球范围内未来5年内的FLNG项目投资将达到528亿美元 Westworld称,总体而言,2019年至2024年 预计共有18个国家将安装第一批服饰LNG进口传播 Westworld的分析包括一批选和即将开展的项目数据 以及2013年至2018年的历史数据 最贵超过110亿美元 一搜就能满足香港全部需求 FLNG又称LNG手机生产平台 外出管线,路上终端的功能率一深,可实现海上天然气生产 处理,液化及储存 结合LNG运输船各在海上,直接实现LNG的液货出口 FLNG减化了海上天然气生产设施 大幅减少了气泉开发战地 对于深游海气泉开发提供了极大便利 作为一种全新的海洋油气生产设施 成为新世纪海上中小型气泉开发的新选择 近些年来,由于FLNG因运作过程安全 投产时间短,且成本低等优势备受传动青睐 虽然FLNG变化设计概念已经问世数十年 但是截至2018年 运营中或调试中的FLNG设施仅有三艘 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2016年建成的 PFLNG Phone 2号 俏牌2017年建成的 PFLNG以及2018年Gola LNG公司的 Healy APC6号FLNG将投入运营 据了解,PFLNG Phone 2号和PFLNG的成本 分别约为20亿美元和12亿美元 而PFLNG的价格,据称将超过110亿美元 跌于108亿美元至126亿美元之间 2011年5月,PFLNG通过最终投资决定 为FLNG在中小提前的应用拉开了帷幕 并且创造了多项世界记录 据了解,PFLNG投资约110亿美金 是世界上最贵的服饰油气生产装备 PFLNG长488米 是世界上最长的服饰油气生产装备 PFLNG重26万吨 满载排水量60万吨 是世界上最大的服饰油气生产装备 超过6700马力的推进器 用于固定盖设施 每小时需耗用5000万升的水 来冷却液化天然气 据了解,PFLNG由三星成功于2012年开工建造 在2017年7月份完工 之后被拖往澳大利亚 目前,该设施 位于翘台的PFLNG天然气田 其位于西澳大利亚海岸一百一百二十五英里处 翘台公司表示 PFLNG全面运行后 每年可生产至少530万吨的液态油气 包括36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 130万吨的银锡油和40万吨的液化石油气 翘排成PFLNG油田的产量足以满足香港年度天然气需求的 百分之一百一十七 游戏规则将改变中国金融机构 或助力中国传厂 根据Westwood Energy预测 未来五年将建造安装15艘 FFLNG总计420亿美元 据英国克拉克松研究公司的数据统计 目前至少有20家船东 计划在未来五年内下单定造FLNG FLNG将迎来一波增长期 而新一波投资也带来了融资的变化 并将于随后几年里交付 包括Titro Offshore以及Gola LNG项目 正在研究前端工程设计 计划将现有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转变为富士液化天然气设施 据了解 Gola LNG作为战略和做伙伴 为计划中的设施提供其Mark Eason设计 虽然Delfin项目可以吸引项目融资 但Gola LNG在建造融资数后回租结构方面 拥有相当丰富的经验 先后与中国燃气控股公司 签署了LNG供应量解备忘录 据了解 Gola LNG已成功获得Heli APCO和FLNG改装项目近80%的融资 中国传播工业集团公司旗下的中传租赁 将提供融资并进行售后回租交易 由于早期项目发展的规模和技术复杂性的风险性的存在 只有大型国有石油公司和独立石油公司 在资产负债表融资基础上才能推进项目 随着更多的FLNG单元投入使用 项目结构和融资方式 正在向已经完全成熟的FSO市场模式转变 Wested公司在今年4月举行的FLNG装置融资会议上表示 FLNG项目需要大量的资本投资 所以融资渠道是否畅通 将是项目审批和成功的关键因素 而当前进行中的FLNG项目的成功 则将有助于提高贷款人对于该领域的信心 Wested Wood表示 一旦FLNG技术和项目变得更加主流 贷款人对于商业风险的承受能力增强 FLNG融资将和FSO项目一样 可能转向较小规模的项目融资财团 据了解 韩国三星中工在2017年 交付了世界上第一艘建造的最大海上社区 Predwood FLNG 同时又从NA公司获得价值25亿美元的FLNG订单 新加坡及保安外 与海市不仅向英国购了 LNG公司交付的世界上第一艘改装力 还有两艘FLNG改装项目 处于在建中 韩国和新加坡传厂的FLNG订单得到顺利交付 巩固了各自在FLNG新建和改装市场的国际领先地位 在未来更多钱在订单的争夺中占据优势地位 2017年7月 惠深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完成Caribbean FLNG的最终交付 此前由中国银行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和德意志银行 共同承担的该项目融资 已正式签约 为其成功交付奠定了基础 2017年11月 惠深海工宣布与KBR公司先署合作备忘录 将就为于东南亚的一座液化能力每150万吨 每年的服饰液化天然气生产设施展开合作 显然 中国金融机构的参与 正在改变FLNG市场的游戏规则 中国传厂未来有望进入这一高端市场 FLNG或将成为中国传厂一个新的增长点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 请订阅本频道